第五百八十一章 大圣死 镇八方 霸天武馆的人都知道自家馆主神通盖世 武功盖带 所以看到了叶西文能抗衡霸天馆主的时候是震惊无比 但是那些人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甚至还隐隐契合了他们原先的心中所期待的 大圣也没什么我也能抗衡 不过看到了两人交手带来的可怕破坏力 还是不由的往外退了上百里 这样的攻击 哪怕只是被余波扫到 对于他们来说 也依然是天灾 许多人看着厂中叶西文的犹如黄金 胶筑的身形 心中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 我也能跨入大圣 笑傲天地 从此只当人上之人 以两人交手为中心 一层一层的波纹席卷而出 腾空而起 叶西文和霸天馆主的战斗碰撞出最为灿烂的火花 犹如是异常漫天的烟火 两人的速度太快 快到以众人圣境强者的身份 都只能是看到两道流光在天空中猛然撞到了一起 双方像是弑君力敌一般 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霸天馆主踏入了大圣境 不知道多少年 可以说是境界高深 功力深厚 法力滔天 这是叶西文的烈势 但是叶西文只是将肉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一招先吃遍天下 竟然生生和霸天馆主这个老牌大圣站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 这也正是诸多圣境高手最为震惊的地方 大圣的可怕他们已经在霸天馆主身上感受到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叶西文身上感觉到这种大圣境的威能 也就是说叶西文也还只是圣境 只是圣境却能抗衡大圣 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想象 圣境和大圣之间虽然说只隔一条线 但是就是这一条线就是隔着一条天线 他们想都不敢想 能从大圣手中逃脱就已经了不得了 何况还是直接抗衡呢 双方从天空中分了开来 在宇宙之中遥遥对峙 众人远远望去 却见霸天馆主的嘴角 竟然嘴角竟然隐隐有一缕鲜血流下 顿时无数人哗然 叶西文能抗衡大圣已然是出乎众人的所料了 更没有人想到 率先受伤的竟然会是霸天馆主 大圣和圣境之间的差距就像是深刻的烙印一般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之中 让他们不敢想 霸天馆主演中也有惊骇的神色 没想到叶西文能和他站到这样的地步 还让他受伤 哪怕只是一点 也足以让叶西文自豪了 心中对叶西文的忌惮越发的深刻 叶西文的肉身太过可怕 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肉身 几次交手 都犹如是凡人轰在了金铁之上一般 全押重如菜山 如果换了一般的 哪怕是半部大圣后期的高手 都要被一拳轰成肉泥 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练体的 竟然如此恐怖 叶西文 你要速战速决了 不然的话 你的灵源丹都要消耗一空了 叶西文的耳边传来了叶末的声音 叶西文顿时神色一邻 他的血奴能以半部大圣初七 控制星辰巨兽的肉身 打出大圣初七的实力 完全就是靠着燃烧无数的灵源丹 转化成灵气来支撑着 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的灵魂 在支配着一个大人的身体 根本就不协调 也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威力 就算是这样 也是靠着无数的灵源丹的在支撑着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 就有上亿灵源丹燃烧殆尽 一场大圣级别的战斗 足以让他穷困潦倒 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修炼 他身上的灵源丹也只剩下了不到两亿 各种天才地宝倒是有不少 但是在这种时候 急切之间也不可能换成灵源丹来使用 叶熙文顿时明白 他不能继续挫延下去了 不然率先撑不住的一定不是霸天馆主 而是没有了灵源丹的他 到那个时候 他除了以本尊逃窜之外 也没别的选择了 轰隆 这个时候他动了 身形暴掠了出去 身形消瘦 但是却犹如是一座大山横冲了出去一般 冲向了霸天馆主 杀气冲天 大破灭星辰拳猛然轰出 浩浩荡荡 犹如是无尽的星辰在其中闪烁 每一次都像是一方宇宙直接碾压了过来 早已经脱离了星辰的形态 掌握了其宇宙的最深邃的意境 这种拳法太过恐怖 比起刚才交手的时候还要强横几分 因为叶西文已经完全放开手了 要在短时间内速战速决 可怕的拳押 竟然押得霸天馆主兜隐隐作痛 掀起的刚风挂在皮肤之上 犹如刀割 生疼生疼 霸天馆主以星罗腰拳迎战 却被瞬间轰飞了出去 叶西文的权势是如破竹的轰飞了星罗腰拳 霸天馆主颇为狼狈的在半空中停止了后退的身形 眼神中恨恨的看着叶西文 也难掩其中的惊骇万分 周围诸多舞者看到这一幕 就差没被生生吓死了 以圣境挑战大胜 非但是军力敌 分庭抗力 而且看起来 他似乎还不满意的样子 还要将霸天馆主赶尽杀绝 比起刚才都要强横上了几分 显然是刚才还有留守 想到这里众人纷纷惊骇 以圣境之身 抗衡大胜 竟然还敢留守 真是不知道该说他一高人胆大 还是说他狂妄 不知道天高地厚好 霸天馆主脸上 难掩滔天恨意 对于颜面异常看重 但是今天却被叶西文 接二连三的给下了 颜面尽失 而且叶西文竟然还有留守 留在了最关键的时候 刚才差点将他击杀当场 让他感觉这是奇耻大辱 叶西文冷笑一声 没有给霸天馆主有休息的时间 静止一步跨出 诸天都在他的脚下化为虚无 静止滑出一道惊人的拳劲 轰击了出去 犹如一颗耀眼的横行一般 当空滑过 滑拉出一道惊天的神盲 光芒耀眼 霸天馆主不敢硬拼 连忙后退 他也看出了 叶西文现在的状态 比起之前还要强横 叶西文有强横的肉身 作为底牌 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手 但是他不行 他轰到叶西文身上 三拳都未必能中伤叶西文 但是叶西文轰到他一拳 却能中创他 这就是本质上的差距 也是他为什么不敢面对叶西文的关系 砰 虽然他躲得很及时 但是叶西文的速度更快 拳风还是扫到了霸天馆主 几乎要将他的半边身子给轰烂了 脸色一下子惨白了起来 连忙运转功力 恢复伤势 身为大圣 生命力异常的顽强 只是片刻间的功夫 就已经恢复到了七七八八了 但是眼中却是异常的怨毒 惊怒交价 他根本没有将圣经的武者放在眼里 看着就犹如是蝼蚁一般 但是现在却是阴沟里翻船 在他原本所看不起的蝼蚁的身上吃了大亏 这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叶西文 你也别得意 我看得出来 你一定是使用了什么秘法 才能够在短时间内 对身为大圣经的我造成威胁 我只要等你秘法的时间过了 你就是死路一条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这件事情翻页过去如何 霸天管主眼神闪烁的说道 内心中却在算计着 他确实是看出来了 叶西文现在的状态强横的有点不像话 绝对是使用了什么秘法 这样的气势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只要时间到了 这人就会变回那个他所看不起的圣经蝼蚁 那么对他来说 还不是任由他搓扁捏圆 到那个时候他要叶西文死无葬身之地 以报现在的羞辱之仇 叶西文冷笑一声 将霸天管主的算计看在眼里 道 你倒是好算计 不过你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历时什么都不管 再度冲杀了上去 轰 对一声 他脚上他的虚空都崩裂了开来 他几乎是刹内奸 已然冲到了霸天管主的跟前了 那知道霸天管主却是出乎意料的逃了 而且非常坚定的逃了 在确定了叶西文没有上当中计之后 他立刻就转身逃走了 叶西文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身为圣境 竟然敢挑衅大圣的威严 霸天管主一路逃窜 一路气急败坏的好道 死到临头由不自知 叶西文冷笑着 霸天管主一路朝着红气城的方向逃去 那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城中还有三尊 同样可怕的大圣 就是红气城之中 其他三大势力的开创者 只要他们肯出手 就能拦下叶西文 叶西文就算如何可怕 也不可能真正和三尊大圣联手抗衡 等到过了叶西文最为可怕的阶段 那么就轮到他反击了 三位道友 快快出来助我一臂之力 斩杀这个妖孽 挂分了他的奇遇 霸天管主的声音在大片的虚空之中传扬了开来 要广妖强者出手 斩杀叶西文 自己却作收渔翁之力 哼 霸天 你当我们是傻瓜吗 一声冷哼声从红气城中传来 却是有大圣开口了 没有人想为了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霸天得罪了眼前这么一个能追杀霸天无管的强人高手 何况他们平日里也都是对手 恨不得少一个算一个 你命该如此 死期到了 受死吧 叶西文冰冷的声音从宇宙中传来 顿时让霸天管主亡魂大冒 这时候天空中一颗巨大的星辰从天而降 瞬间碾压到了他的身上 啊 我不要死 霸天管主惨叫着被声声轰成邪雾